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技术比较弱的情况下 尽的权力还是没有找到犯罪嫌疑的 23年的等待 闭在心里嘛 痛了 23年的追捕 背负了一个使命一样 几代侦察员弃而不舍 嫌疑人最终全部落网 什么也不畏就是一点小事情 逃亡的青春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1995年5月8日上午 浙江省青田县 23岁的小伙子吴博 在帮邻居家搬家的途中 被三个男子用刀和斧头砍成重伤 当晚不致身亡 警方查明 作案的三个人 是为了替朋友出头 报复吴博 才行凶伤人的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 21岁的林远 20岁的徐森 19岁的马宇 他们在案发后一起逃离了现场 技术比较漏的情况下 虽然说我们的民警尽了权力 但是还是没有遭到犯罪嫌疑 案发4年后的1999年 警方获得线索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林远 悄悄返回了青田县 9月11日凌晨 25岁的林远 在他租住的民房中落网 各自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他也不太清楚 其他人去了哪里了 案发16年后的2011年 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青网行动 青田县警方 对历年的网上载逃人员 进行集中清查和追捕时 获悉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徐森 有可能在多年前 潜逃到了云南边境地区 当地警方我们也排了 很多的站 带你浙江口音的 这么一个嫌疑人 侦察员赶赴云南后 经过深入摸牌 发现徐森已经逃到了境外居住 2011年11月1日 36岁的徐森 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村子落网 就是一代 一代的民警 继续在追查这个方式的嫌疑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里 青田县公安局的几代侦察员 历经16年的不懈努力 将1995年那起故意伤害案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但仍有一个叫马宇的男子下落不明 时过境迁 沧海桑田 清田警方还能成功收网 将这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吗 嫌疑人马宇的家在清田县的山口镇 他的父母有三个儿子 马宇排行老二 在马宇出逃的这些年里 他的哥哥弟弟先后成了家 2002年 马宇的父亲因病去世 此后母亲就一直独自生活 在警方的多次走访中 马宇的母亲都表示 自从儿子19岁那年犯了事 逃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和家里也没有任何联系 他也很想知道儿子的去向 早点回家了 这时候还是都没过呢 我找不到他这时候 找不到我 他说的 他说的 叫他这里自首的 在案发后 常年的走访和外围布控中 没有迹象表明 马宇曾与家人联系过 而侦察员通过其他多种途径的摸牌 也始终找不到有关死人的线索 由此警方分析 不排除马宇在逃亡中 已经通过某种方式 改名换姓 洗白了身份 如果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侦破工作也将越发艰难 2012年 案件的主办人之一张永军 又调离了山口派出所 不再负责侦办此案 之后一批更年轻的侦察员 顶了上来 继续追查嫌疑人 马宇的下落 现在传到我手上 背负了一个使命一样 就是必须要把它完成 近年来 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生物检测技术 大数据分析等高科技手段 越来越多的 在行政工作中得到了应用 青田警方也以此为契机 积极寻求办案的突破口 时光仍然 不经意间几年又过去了 高科技手段也还暂时 没有发挥出它的威力 2017年7月 侦察员意外地打探到了 一个可疑的情况 向警方提供线索的 王先生是青田本地人 在江苏苏州市经商 已经有多年 他说自己不久前 在生意往来中 接触到一个叫张德胜的男子 这个人自称42岁 老家就是苏州的 但让王先生有些奇怪的是 张德胜和他交谈时 有时会下意识地 蹦出几句地道的青田方言 当时王先生提到的 这个张德胜 让侦察员联想起了 他们苦苦找了22年的马鱼 这可疑人员的年纪 跟我们要找的那个马某 那个年纪是比较相近的 张德胜的户籍信息显示 他生于1975年 而马鱼生于1976年 二人的年龄十分接近 最让侦察员感到蹊跷的是 张德胜的户籍信息上 标注的出生地和籍贯 都是青田县 可他为什么要对此刻意回避呢 把他与马某 进行了仔细地比较 欢迎他与马某 是长得不像 但我们又不能排除 因为我们在 以往的办案过程当中 有些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者 他会去对自己的物观 进行证据 为了规避我们 公安机关的侦察 张德胜与马鱼 会是同一个人吗 侦察员立即赶赴苏州 进行了进一步摸牌 经过外围走访 张德胜在当地 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超市 他已经结婚多年 与妻子有一个儿子 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富足 侦察员还了解到 张德胜本人 在苏州没有任何亲戚 他也从来没回青田 掌握到这些所以后 感觉到可疑性是非常大的 就觉得要先把这人给控制住 然后通过询问 进一步掌握这些人的情况 你去上车 你去上车 等一下你可以拿电话的 2017年9月24日 侦察员在张德胜开的超市里 将其控制 经过初步询问 这个人的身份的确有问题 然而他却并不是 1995年那起 故意伤害案件的嫌疑人 马宇 张德胜原名纪雷 1971年出生 青田县温西镇人 纪雷交代 1994年 他伙同另外四名男子 在青田县境内的330国道 手持刀蟹拦路抢劫大货车 作案三起 共抢得现金3000多元 和几件黄金首饰 其中有几个人 当时在作案过程当中 直接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这次抓获这个嫌疑人 当时正好是在 他们作案周边忘分的 所以说当时他 趁机逃脱了 纪雷出逃时23岁 当时青田警方 展开了多方侦察 后来还对他进行了 网上追逃 但始终没有线索 纪雷说 那时候自己东躲西藏 去了不少城市 靠打联工勉强谋生 2002年时 他通过步伐渠道 花钱取得了一个新的身份 改名张德胜 之后他就以这个身份 继续躲避警方的追捕 以为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身份给他漂白掉了 漂白以后他去了意大利 待了四五年 08、09年左右 又从意大利回国 在江苏苏州这边 娶了个老婆 纪雷在岳父家的资助下 开启了一个超市 几年时间买卖越做越红火 他买了车买了房 日子过得很安逸 纪雷说他以为 从前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23年后 还是东创事发了 当时我们的心情 既带着兴奋又带着失落 抓获了潜逃23年的 抢劫逃犯 但是我们目前 还是没有麻木的线索 多方持续追查 另一个嫌疑人现身 这个麻木与蒋母的 他的武官长得是比较像的 蒋海军身份存疑 他是否就是 潜逃多年的麻雲 服务员收拾晚派之前 把他用过的这个餐具提取 逃亡的青春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995年故意伤害案中 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 马宇已经潜逃了20多年 他的下落仍然是个未知数 侦办此案的警察 都不免有些沮丧和困惑 但他们下定决心 只要马宇一天不归案 追逃工作 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时间来到了2018年 在3月底的时候 警方的侦查 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沈江省公安厅 通过高科技手段 得到一条线索 就是说 在江苏省苏州市蒋某 很有可能是 我们这边的麻木 浙江省公安厅 提供给青田警方的 这名可疑人员 叫蒋海军 1979年出生 户籍所在地 是江苏省宜兴兴市 从网上能查询到 蒋海军的户籍信息 这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身份 是真实有效的 但侦查员还是从里面 看出了问题 蒋海军的身份证号码 前六位是332522 332522是我们 那年代青田 身份证号码 编码的时候 前几位 代表青田 这个区域的 一个号码 从蒋海军的身份证 号码分析 他最早上户口 和办理身份证 应该是在青田县 之后 才把户口 迁往异地的 然而 蒋海军的户籍信息中 却没有户口 从青田县 签出的任何记录 此外 从蒋海军的户籍中 查不到 除了他妻子外的 其他直系亲属 这个情况 也令人生意 一般的人的话 他通过 就是他的户籍信息 可以反映出 他的父母情况 子女情况 同户的人员里面 都没有他的 父母的一些情况 蒋海军 会不会就是赛逃 23年 已经变换了身份的 嫌疑人马宇呢 警方对着两个人的 户籍照片 做了仔细比对 这个马某与蒋某的 他的五官 长得是比较像的 你看这个眉毛 眼睛 还有这个鼻子 嘴巴 包括这个发际线 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细节 脖子上 明显有一颗胎记 就是说 从他们两个照片来看 他们两个非常像 很有可能 就是同一个人 1995年 马宇从青田县山口镇 出逃时 19岁 如今镇上 还住着不少当年 认识马宇的居民 警方把蒋海军的照片 给这些人进行了辨认 看看好像还有那么点像 这么20几年过去 这个确实 人的变化也非常大 不敢确认 就决定到实力去 看看能不能 通过一些手段 来确认一下 蒋某某 到底是不是有麻烦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 蒋海军常年居住在苏州 在当地开了一家气球厂 他和妻子结婚十几年 没有生育子女 妻子几年前去了国外定居 目前蒋海军一个人 住在苏州市内的一个小区 侦察员赶到苏州后 在当地的派出所里 又有了新发现 他曾经在苏州那边 有一段债务纠纷 有一个报警记录 我们通过报警记录的 那个执法记录仪拍摄的一些画面 就是听到蒋某说话的口音 是用的是清田 清田这边的普通话的口音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蒋海军的身份十分可疑 他有可能就是在逃的嫌疑人马羽 警方在外围摸牌时得知 蒋海军此时并不在苏州 去了外地采购汽车配件 多名侦察员在他家周围 遁守了近两天后 蒋海军驾车回来了 而这个时候 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如果万一不是的话 就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要坐实蒋某的身份之后 百分百的确认 这个就是我们要抓的马某 警方是想要通过DNA比对的方式 来最终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但怎样才能在 不被蒋海军察觉的情况下 完成这个任务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 蒋海军回到住所后不久 又出门去了附近的一家饭馆 侦察员也悄悄地跟了进去 看到蒋某某吃完饭之后 把饭离开 我们在侦服务员 收拾完派自己 把他用过的这个餐具提取 获得了这个DNA的检查 马上把这个检查 送回来平均的技术处理 经过专业的DNA检测比对 可以认定嫌疑人 马鱼的母亲与蒋海军 是生物学上的母子关系 这也就是说 蒋海军正式潜逃了23年的那个马鱼 致死警方认为 证据已经确凿 可以受网 制定了严密的抓捕方案 苏州警方也会非常支持 出动了十多个 支持我们 配合我们一起抓捕 抓捕的过程中 存在着高度的威胁 在之前的走访中 侦察员还曾了解到 马鱼少年时 去过河南登峰 拜师学艺 有一定的武术功名 抓捕行动开始前 警方对马鱼实施了严密布控 寻找着最佳的动手时机 2018年4月10日晚上10点左右 马鱼驾车从外面回来 他刚一熄火从车里下来 早已守候多时的侦察员 立即采取了行动 把脚帽围起来 当时他就摆出了一个 学过武术的一个驾驶 要打架的一个驾驶 然后我们几个人全部冲上去 把他按倒在地 然后我们又清甜话 又问他 你知道我们过来是干什么的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 后来说自己知道了 我们是青年间公安局 三国派所的民警 您什么事情被逮捕 就是95年的时候 就是打架自人死亡 就是那时候也不懂事嘛 就是比较 对法律知识也比较欠缺 1995年故意伤害案件中 在逃的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 马鱼 在案发23年后最终落网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被害人吴博的家里 这个也让我们心里 开始落地 这个也是给我们受害人家属 一个安慰 也让我们几代民警 特别是原来侦办案件的 这些退休的那些老民警 心里感到非常的安慰 多年前他持刀行凶 到底为何 从来就是没有任何愿意 抽烟的 逃亡路上竟有人相助 他最终到处引擎 我老爸不讲 不知道在家里 逃亡的青春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随着犯罪嫌疑人马鱼的归案 青田警方的几代办案人员 也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但仍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开 当年马鱼出逃后去了哪里 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 对于他在外面的情况 难道家人真的一无所知吗 虽然事情过去二十几年了 当然每时每刻我都在想 什么也不会就是一点小事情 就是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就是好像朋友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减点义气那种感觉 马鱼回忆说 当年在青田县的山口镇 他们几个岁数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狠头脾气 经常在一起玩 1995年5月 其中一个幸福的朋友说 自己被镇上的吴伯给欺负了 于是马鱼和林远 徐森等人就一起商量 要去找吴伯算账 那就报复打他一下 其实我跟他从来就是没有任何怨怨怨的 帮朋友就是说讨回一个公道院出口气 那种感觉 那年的5月8日上午 马鱼等几个人在街上闲逛 听人说看见吴伯了 正在帮邻居搬家 他们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马鱼和林远回家拿了刀 徐森回家拿了斧头 几个人在地方不大的山口镇上 很快就找到了吴伯 脑子乱了 就是稀里糊涂跟着他们后边 然后我就是拿了菜刀 抓着他这个手表 在他背上砍了一刀 据马鱼交代 当时吴伯被他们仨砍伤后倒在地上 身上全是血 他和林远 徐森逃离了现场 跑到了附近的山上 并把刀和斧头从悬崖扔了下去 又不敢回家 家里知道这种事情 肯定要骂要打的 跑到那个山上 那时候山上也有人开团了 在山口镇周边的山上 有大量为开采青田石而挖出的矿洞 这三人就找了个废弃的矿洞钻了进去 一直躲到了第二天天亮 随后他们翻过两座大山 到了温州市的街 在那边的一个村子又躲了几天 就那天下午就分开了 大家就是他们走掉 我也准备走了 马鱼说当时林远和徐森提出 再到外省去躲一段时间 但他没有钱 也不愿意去太远的地方 于是和他们俩分开了 后来他想回家打探一下风声 就一个人翻山往山口镇的方向走 没想到在路上 竟然遇到了出来找他的父亲 马鱼从父亲的口中得知 吴伯在受伤档外不治身亡 当时父亲让马鱼赶紧离开青田 去外面避避风头 并亲自把他送上了长途汽车 马鱼交代 他到河南省开封市后 住进了当地的一间出租房里 没过多久 父亲怕警察会追查过来 又给他另外租了一间房 之后马鱼在开封 一住就是两年 这期间他连房门都很少出 那种怕的 基本上都呆在家里不敢出去 我老爸把他有时候 隔几个月或者一年来看了一下 过去就是给我点生活费嘛 马鱼说 躲在出租房里的那段时间 自己度日如年心情十分烦闷 可又不愿意去自首 后来实在熬不住了 1997年的时候 想换个环境出去散散心 正好父亲在江苏苏州有熟人 就把他介绍到那边去打工了 马鱼表示 自己当时的收入 基本能维持温饱 虽然他担心的是 自己的身份会不小心暴露 警察会突然找上门来 1999年的时候 一个工友向马鱼 透露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 听工友说 有路子能在别的地方落户 马鱼就向父亲要了八千元钱 交给了这个人去办 半年后 工友把新的身份证 和户口簿带了过来 从此 马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他改名叫蒋海君 出生日期 也从1976年 变成了1979年 他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我也搞不清楚 他就是说交给他钱 这个就是都是真的 就是说都 公安局这里都可以查得到了 就是感觉就是踏实一点 就是以后 就是万一去再找工作 什么东西呢 心里不紧张 1995年案发后 马鱼出逃 在河南江苏 两地藏身 包括后来改名换姓 变的身份 都是在父亲的帮助下进行的 而这些情况 父亲从来没有对其他人提起过吗 对此 马鱼是这样交代的 我老爸不讲 不知道在家里 因为我马鱼 不认识自满 但是小鱼 一般 不敢跟他讲 阿玉说 他阿玉说 他不知道 我没讲话 他也不知道 知道他 我说他不知道 马鱼说 对自己的下落 父亲始终守口如瓶 2002年 父亲因病去世 他就失去了 和家里唯一的联系 从此这个秘密就只藏在他一个人的心里 做梦都是在家里的 我平常跟人家讲话 其实心里想的全是青年话 所以我青年话一点都没有 比如打比方数那个钱 就12345678 我就是都是要用青年话数才数的 马鱼有了蒋海军这个身份后 在苏州安顿了下来 他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 2005年时还成了家 婚后妻子多次提出想去婆家看看 都被他以家里太穷 路途太远等理由敷衍了过去 马鱼表示 因为怕自己的事情败露 结婚多年了 他也不敢跟妻子要小孩 我想就是万一出事情 那小孩不就完蛋了吗 我就跟他讲嘛 就是两个人没有房子 就是收入也不好 就晚一点晚一点就脱 后来就是反正 就是感情也不难了 不好 2013年 马鱼的妻子一个人去了国外定居 不久后 马鱼用大功散下的积蓄 跟朋友在苏州合伙开了一家气球厂 生意还不错 马鱼坦言 尽管自己衣食无忧 又有蒋海军这个身份做掩护 但他仍是整日惶恐不安 当老家清田的警察 终于出现的时候 自己反倒觉得解脱了 就是说 一颗石头露了地 反正迟早 是不是 闲着人家一条 就是生命 被他们家里造成的伤害 就是人 就是很后悔 很对不起他们家 马鱼归暗时 已经是42岁的中年人了 他说自己当初意气用事 组成了大错 潜逃多年 更是错上加错 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仅让受害者一家 也让自己家的老母亲 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就是已经68岁了 就是一定要保证身体 就是说 能到等到我出来那一天 你刚才给你家立马大了 以前是这么四叔的 是一个小孩子 像是这么大 老了 看见了 然后最后我 真好要这样 多年前的几个年轻人 为了所谓的哥们一起 就不管不顾的行凶伤人 以至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 他们或是深陷淋雨 或是背井离乡 奔波在逃亡的路上 这个教训真是惨痛 在这里 我们也要向青田县警方 表达敬意 正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 办案人员的坚定和执着 才让这一起案件 最终尘埃落定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